大家好,又是和大家介绍一些英国的定居地点的时间 今次会讲的就是Surray 里面一个叫做 Guildford 的地方 先讲讲这个地方在哪里 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就是在伦敦的西南面 就有一个county叫做Surray 而Surray的中间有一个都几多人会留意 几多香港人都会在那里定居的地方叫做 Guildford 就是在画面里面红色那点 如果再放大一点看,其实你会见到整个Surray 里面分了很多区 而红色的这个就是 Guildford 不过要留意,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讲 Guildford 是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如果我们讲的是市中心范围,那里大约是七万零八万人左右 但如果讲整个Bara of Guildford 即是在整个Surray里面的大分区 就是在画面上见到红色这个 这里是十几万人的,是大很多的一个范围来的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图里面看看 红色圈的地方就是伦敦市中心 而 Guildford 就是在他的西南面 大家见到其实最中间是夹了一个 伦敦西南面的很大的一个Barae 都很多人有兴趣的地方就是Kingston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如果要去Gilford,有时都会取道Kingston 例如我自己,很多时会搭火车 是会经Kingston里面一个叫Surburton的火车站去Gilford 而如果我们放大一点地图去看 在Gilford的北面有另外一个 都几多香港人同样都有兴趣的一个居住地点 就是Wooking,这个也是Surburton的一个热门地方 大家可以见到这个距离不是非常远 希望有机会日后都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Wooking这个地方 那Gilford有什么卖点呢? 最大的卖点我相信,尤其是对于香港人来说 就是方便 如果大家搭火车去到Gilford 过了桥向东行,就会见到这里的购物大街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商店 包括一些零售店铺和食肆 亦都有一些服务的,譬如说银行 所有大型的一些连锁店你都可以找到 除了街铺之外,亦都有商场 所以在这里买东西是十分之方便 提提大家,如果未订阅我这个频道 请你按订阅这个键,按下旁边的钟的图示 做新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的节目亦都有声音版的 可以上去手机上各大Podcast软件 找到输入港珠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除了自己订阅之外 亦都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有没有意见,欢迎下面留言分享 这里就是Gilford的大街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两边的店铺都很有特色 有些古色古香 因为这里保留了很多旧的建筑物 有些小镇的风情 连这条马路都是一些石板街 两边你都会见到很多一些有品牌的 一些知名的品牌 包括服装,一些服务性行业 比如电信箱,另外有餐厅,零售 你都可以找到 除了古色古香的大街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商场 比如画面的右手面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商场 而另外你都会找到很多大型的连锁店 比如电器店,银行 都可以找到 而在右手边会见到Grex 这一间 在这里可以买sausage roll 买包,喝杯咖啡 再前一点就会见到M&S 这个很大的百货公司 连超市,在这里都有分店 马路的对面 就有银行 比如巴克里斯 所以如果在这里 你是日常的生活所需 都可以完全找到 另一个决定居住地点的重要因素 就是这个地方的休息用地多不多 在Gilford,这个地方 其实环境很舒服 因为比较低密度 而且市中里都有很多绿化地带 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Gilford Castle的所在地 在火车站不是很远 刚才大家见到一个2022年的标志 就是我去的时候 还在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 所以见到花圃都有一些特别设计 我去的时候是一个周末的下午 大家见到这里的人都很悠闲在这里 享受价日的时光 这个本身都是一个花圆来的 花圆上面就会见到刚才说的那个Castle 虽然它不是很大 但是保留得很完整 都是一个旅游景点来的 在上面向下望的景色都不错 所以都见到有很多游客在这里消磨一些时间 Gilford是有一条河分隔开的 在河的另一边主要是一些住宅区 当然也有些景点的 例如这个大教堂我自己有时都会去的 去到Gilford都会走上去的 要上一山走一段路 但风景很漂亮的 除了本身的教堂都挺不错之外 如果大家转着面 看下去会见到它居高临下 看来的风景都挺疑人的 其实在Gilford还有其他景点 数都数不完 譬如在画面下面 这个地方叫The Mount 这里是有很漂亮的花海 不过我去的时候拍片的时候 那时没什么花 不是很漂亮的 所以就没拍影片给大家看看 看照片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河半 有些很漂亮的古色古香建筑物 有些castle和旧建筑 如果大家喜欢小镇风情 Gilford是不会令你失望的 那说回住这方面 很多香港移居的家庭 都是会最关心的就是学校 所以先讲讲学校这个因素 我们看回Locreating这个网站 可以看到上面是用不同的颜色 去标示不同的学校 现在画面见到的地图就是 Gilford和它的周遭范围的一些学校 在这里 蓝色就显示一些私校 Independent schools 而另外 如果根据Obsted的Ratings 去到分一些学校的 绿色就是最高级别 即是最好的Outstanding 黄色就是Good 橙色就是Request Improvement 而红色就是Inadequate 大家可以看到 在Gilford的市中心 其实是有一些Independent schools 而另外也是有一些绿色的 也就是我们说叫最高级别的 平级最好的学校 也有很多黄色的属于Good的学校 所以如果各位家长 需要找地方定居 而考虑到学校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因素的话 那Gilford是可以绝对值得考虑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图示里面 有一些学校的图示 还有一个星的 这些就是最佳的 即是属于头10% 最好的学术成绩的学校 在这里除了Independent school 会看到之外 亦都可以看到 市中心有一间Outstanding school 一样都是有一个星的 可见这个学校 其实水准都不差的 看完小学 我看中学 中学的数目会少些 同样也会有一些私校 另外一些属于Outstanding 和Good的学校都不少 而属于头10%的学校 亦都有很多 所以这里无论小学 中学 都可以说是不错的 另一个大家都可能很关心的 一个因素 是治安 这个就是会令我觉得 Gilford是一个值得考虑 不过要想清楚的原因 看回这个图 就是一个来自 crimerate.co.uk 这个网站的一些资料 他都用回警方的数据 他就是比较整个Surray 即是Gilford 所在这个county 和Gilford 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 大家会发现 蓝色的Gilford 在大部分的罪案类型 其实罪案的千人率 都会比整个Surray高 有例外的 看回数字会清楚一点 例外的就是爆隔 和一些汽车的罪案 即是vehicle crime 这两样东西 在Gilford 是罪案率会低过Surray 除此之外 其他所有类型的罪案 其实罪案率 都会高于整个Surray的平均数 这个就是 所以我说 为什么Surray 很多东西都好 但在罪案方面 要想一想 可能因为它是一个 相对上经济活动 比较多的地方 在这里 自然也会 令到它的罪案率稍为高一点 如果我们和Gilford 有一些其他主要的town 去比较 大家看到刚才提过的 它北面的working 千人率是62.15 而同期Gilford是72.3 另外 Volton on Thames 都在Surray 不过其实位置 相隔很远 它其实 不是很近Gilford 不可以直接比较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72.3 这个数字 所以高还是低呢 如果Surray 几个主要的差 算是相对上高一点 不过如果你和它鄰近的 譬如说 伦敦去比较 其实72.3 是绝对不高 如果和英国其他大的城镇 去比较 其实它的罪案率 是一点都不失礼 比较之下 Barnett 这个在伦敦北面的地方 会比Gilford安全 但其他很多地方 都是在罪案率方面 比Gilford差一点 例如Sheffield Bristol 这些很多香港会考虑的地方 另外利物浦 Bermingham 或者列斯这些地方 罪案率都会高过Gilford 而且甚至说到 上百 或者百多 所以大家看到 Gilford 其实绝对不是太差 如果看回 在Gilford里面的范围 罪案率最高的 去到163 不令人意外 就是Town Center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 一些不同定居地点的罪案分析 大家都会发现 通常市中心 可能因为人多 车多 又多商业活动 多店铺 很自然 就是会是罪案最高的 而第二名的也有143 但再数下去 其实全部都是100 以下 而在榜尾的 甚至是20多 30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关心治安的 只要你避开市中心 最多人 最多罪案的地方去居住 所以 那个concern都不是太大 接着说交通 这个都是Gilford另一个很大的卖点 看看这张铁路的地图 Gilford就在中间 红色圈的位置 而伦敦的一个大站 南面的大站 Waterloo 就是在右上角的那个红色圈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有直线可以去到的 是非常方便 所以稍后会讲讲车程多久 而另外如果要去刚才说的 它北面的另一个town Wooking 当然就很方便 只是搭两个站就到 另外刚才也已经提过了 其实Gilford和伦敦市中心中间 是夹住了 Kingston upon Thames 这个Burrah 而这里有一个站 很方便可以去到Gilford 就是Serviton 我自己很多时候 出发去Gilford去玩 如果不开车的话 都会坐火车 而坐火车都会由Serviton出发 另外有一点 Gilford 如果你搭火车一路向南 会去到英格兰南部一个沿海的城市 就是Potsmouth 所以大家看到其实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向北 可以去伦敦很方便 向南一样都可以去到一些大的城市 都挺方便的 现在说搭车 由Gilford 去到刚才提过的 伦敦Waterloo 这个南面的大站 需要时间平均来说 56分钟 即是仅仅一个小时之内 现在可以去到 而最快甚至是三十二分钟 因为繁忙时间 其实它是有快车 会跳过很多站 可以帮你直接 由Gilford 很快就去到Waterloo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上班下班 说是半小时左右 已经可以去到的 其实都不算是非常之不方便 当然车费会贵一点点 始终距离一点 但是呢 你如果真是住在Gilford 你又去伦敦市中心上班 尤其是现在呢 大家可能不是一个星期回五日的 可能只是两日三日 才要回office 其他日只是work from home 其实Gilford 是可以考虑 在搭车来说 都不算一个非常之远的地方 刚才提过的 Serveton 如果由这个地方去Gilford 也是很快的 平均三十六分钟 最快二十二分钟都去到 如果你在Gilford 你想去一些 再大一点的商场 一些很多大的百货公司 买东西呢 最近的 如果你去Kingston 可以取到Serveton 这个都是一个方法 接下来想说说就业 这个数字有什么重要性呢 之前有些朋友留言说过 其实人家那里收入率高不高 或者做性行 关你什么事呢 我只会觉得 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定居 你都会想知道 这里的邻居是什么类型的人 而另外 如果你在那里做投资 例如你买楼收租 更加想知道这里的人的 自己的情况 收入 而去决定这个地方 是否适合投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来的 看回过去一年 这个地方的失业率是2.4% 这个数字是远低于全英国3.8% 这个数字 而对于整个英格兰的东南面 也是再低一点的 因为整个英格兰东南面 都是3.3% 而Gilford是3都不到 是2.4% 可以看到这里的经济情况 似乎都不是很差 如果跟回这里的统计处 将所有不同的职位类别 分成9个大类 如果说头3个大类 即1.2.3 就是一些管理层 董事 和一些专业人士 在这里的居民 竟然有63%的人 从事这些职位 由此可见 Gilford的居民 他们做的比较都是一些 可能相对收入会高一点 和一些专业性比较高的一些行业 这个数字是大幅度高于整个英国的数字 而至于收入方面 如果以每星期计算 全职的工人 全职的就业人士 平均来说的薪金是去到753磅 也是远高于整个英国的水平 可以看到 Gilford属于一个叫做高收入 和高技术的一个居民会聚居的地方 之后最后一样想讲讲的 很多人都关心就是Gilford的楼价 如果看回RiteWolf这个地产网站 可以看到过去一年 平均来说 Gilford如果不分物业类型 平均的楼价 即成交价是577,000磅 最多的成交数字是半独立屋 平均成交价是546,000磅 而如果我们数 最贵的当然就会是独立屋 是去到928,000磅左右 分层单位要便宜一点 282,000磅左右就有交易 我们再看看整个Surray的数字 在这里平均成交价是626,000磅 可以看到Gilford 都仍是相对比整个Surray低一点 帮我考虑一个因素 就是其实Surray 都有很多很出名 出名贵楼价的地方 拉高整个数字 所以Gilford 相对比平均的数是稍微低一点 至于租方面 平均的租金大约是19,000磅左右 如果以两方来计 平均是18,000磅 这个数字 跟伦敦市中心比较便宜一点 而至于跟伦敦西南面的 例如Richmond和Kingston比较 相距不是太远 可能只略低一点 最后做一点的总结 Gilford在居住环境来说 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里有个小镇的风情 楼宇密度不是那么高 所以其实环境还蛮舒服 但是它是有很多连锁店 有商场 有百货公司 有超市 买东西也是方便 而至于交通方面 如果大家是会去伦敦的 其实它的距离不是非常之远 这个也是另一个卖点 至于学校也是不错 不过大家要考虑的 似乎就是治安了 在server里面有更多 治安商上好一点的选择 希望这个影片给大家一个初步了解 对Gilford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多谢你的收听和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